那我们请这个詹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每个生肖的新领色是什么 我先跟大家讲 穿得漂亮找明川 穿得开运可以参考我的建议 那你一辈子的生肖配这个颜色是 一辈子 但是我们有流年的开运颜色 那是找爱情跟平辈圆 分两个层次来聊 那在场有没有人数这个兔跟老虎的 老虎老虎 数兔 那本身它属于木 那你穿绿色 深绿色 暗绿色 或是带一点木头材质的修饰 那代表我们所说这个人 他懂得等待跟客户 长辈缘像一棵树一样的 我觉得一辈子当中是非常加分的 以这个来考虑 那么绿色是非常好 绿色 绿色 那现场的来宾是属蛇跟属马的 属蛇 蛇跟马 所以美人姐你要多穿一点这个红色的 红色 红色 会让你更加的热情洋溢 充满的灵动跟活泼 而私序的转动 会更加的没有人跟得上 那么代表跳跃 像是一样的 美人姐尽量是不要再装红色 因为海边上大家都跟不上了 对 穿的美要听她的 穿的开运要跟着我 不冲突 这是长辈人 长辈人会变好 但是美人姐已经这么 备费这么高 其实长辈的需求 她也是有长辈 一节了还会有长辈的问题 不是年龄长辈 是职务上 或是学业上 或是初外长辈 不一定是年龄 了解 现场有没有龙羊 狗跟牛的 有没有 举手一下 属土 要找长辈的话就是 米色 她算了 她中了耶 她不算中 而且中得非常的好 中得很好 好会穿 米色 黄色 橘色 咖啡色 都是属于土土相生 也代表沉着 有智慧 所以说大地色系 对 无所不在 那么是包容 包容的一种智慧 非常的好 其次现场有没有属 鸡跟属猴的 有哦 白 那你要白色 白色 白色 他像那个人 这边也穿对了 一起重啦 一起重 所以你皮肤稍微黑一点 可是你穿白色 你怕胖 我知道 你怕我多你的心态 穿的美你要穿黑色 但是穿的开运要白色 代表钱财运会更好 那如果是内裤穿白的 外面穿黑的 哦 叫外面花钱里面赚钱 这样子 蛤 出外 里面怎么赚钱 这个话 叫外面花钱里面赚钱 是不是 要靠哪里赚 你讲的 离开故乡市 你讲的好像大富豪的小姐 外面花钱去里面赚钱 有一点飞舞蹈 就是外出会花钱 可是回到家和故乡 或家里面会不要省钱 哦 当然出去唱歌就要花钱 购物狂 现场有没有数猪跟数老鼠的人 有有有有 花不少钱哦 啊 我要穿黑色 黑色 我最讨厌就是 暗色系耶 所以因为你这样 如果你不这样穿的话 不是你不对 是长辈员比较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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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